字幕�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 Let's go 妻子频道 今集我们会带大家来到广州两夜一夜的快闪旅行 广州地方这么大,不如你们猜猜我们这次带大家去哪里? 一连两集的广州由即将开始,今集我们会带大家由船河喝早茶 带大家开箱这间,人均只需300多元就可以入住海悦酒店 试食酒店里,人均只需268元的自助晚餐 在出发之前,记住like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方的小铃铛,事不宜迟,Let's go! 我们这次选了在香港,搭高铁去广州,我们现在出发,Let's go! 在出发之前,我们选了用永安旅游APP预订高铁票 在主页按高铁火车票,输入出发地点和日期就可以了 运气提示,在香港高铁站入闸之后,走到月台的路程都挺长 中途都是重要数刻码,所以如果大家在饭忘时间出发的话 记住预留充足的时间啦 话这么快,我们就从香港来到广州东啦 整程用了个半钟,真是又快又方便啦 来到广州第一站,先看衣饱的套先啦 我带大家喝早茶,跟我来啦 水上茶居是一只在珠江上行的船 而里面其实是一间饮茶的茶楼 一共有三间分店 而当中位于大沙头码头的水上茶居 只会泊在岸边,不会行驶 而我们呢,就选了位于月秀区的天字码头分店 这里有三个航班时间 包括8点半,10点半和12点半 而每一班船都有一个小时的航程 连食饭打卡,一共可以在这里逗留两个小时 不过大家如果想来的话,记住要预约啊 如果不是的话,来到茶居要碰一下运气 看看能不能拿到临时飞啦 来到码头,首先去到入口处登记拿飞 而上船后,就向职员报 number 他们就会带你入座 带大家参观一下这里的环境先 而天字码头航线是会经海深桥、黄州塔 和聂德大桥 之后就回到码头 大家可以在开船的时候 去到观景台打卡,看看这么漂亮的景色 我们叫了一个法式鲜果拿破仑 哇,它有15cm那么高啊 让我试试一下 嗯,也很酥脆啊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水果 例如火龙果和芒果 上菜的时候,职员会用干冰制造仙境效果 它也挺大分的 两个人的话,有机会吃不完 適合一群人share一起吃 不过,吃得多就有点漏了 我们还叫了火龙果鲜蝦餃 配火龙果肉 让我帮你们看一下馮焗 每一粒虾饺都是桃红色外皮 不过,虾饺皮比较厚 而先虾完一只大粒蛋牙 还配半个火龙果肉 感觉新奇 最后还叫成星火浪点心船 它里面包了四个点心 包括虾饺、烧米、蛋撻和鲍鱼撻 不知道哪一盘你喜欢呢? 同样,上菜的时候 植原都会加入干冰 制造仙境效果 这个鲍鱼撻加入了原只鲍鱼 还有日本芥末和木耳冬菇丝 混合在一起,感觉有点奇怪 而脆皮蛋撻不过不实 整体来说,食物质素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茶位费每人需要20元 不过,可以近距离游珠江 还可以看广州塔 就算是抵消啦 我们就觉得餐厅性价比低 食物味道,未至于令我们推荐给大家 如果对食物的要求不太高 又想打卡的话 水上茶居都可以满足到大家 温庆提示 第一,早两三天就要去微信公众号预约 第二,用餐那一天提早半个小时 好大机会可以安排到窗边位 第三,入座的时候即刻下单 避免上赛时间等太久 最后,夏天来的话太阳都几慢烈 大家记住做足防晒啦 喝了早茶,又看这么漂亮的景色之后 是时候出发去开箱今次的酒店啦 酒店是位于真城区 在广州东打车的话 大概需要50分钟 来到今次开箱的 广州真城可悦酒店 这里2021年开业 位于真城区 新唐镇中心 附近大型商场 荣王梦乐城只需要5分钟车程 酒店各个空间里的设计都很仔细 融入了岭南独特的获尔屋建筑 而在大堂的吊灯 以层次丰富的造型 还原了真城母亲河 而酒店是设有312间房和套房 这里入住时间是下午3点后 而退房是中午12点前 而这间酒店我们也是经 永安旅游Appbook 只需要在首页 选酒店 输入目的地 选入住日期等资料就完成了 带大家来个Room Tour 我们入住了可悦大床房 以简洁的木质为主吊 房间的面积是40平方米 全景落地玻璃窗 可以欣赏到室外景观 不过最近因为附近 兴建商业大厦和新塘站 所以暂时欠缺了景色 而进来洗手间 见到干湿分离的设计 右手边还有一个浴缸 浴缸Size 刚好一个人浸浴 提供的洗手用品都很足够 例如有牙刷套装 梳 梳 替掃刀和风筒等等 浴浴间还有提供冲涼液 洗头水和护发掃 出回来门口旁边有个开放式衣柜 里面有个甲板和两对睡托 而全身镜里面还隐藏了一个柜 里面有烫斗和烫板 房间提供了两支瓶装水 电热水煲 咖啡茶包 和冰箱等等 走到睡房位置 见到放了一张长沙发和书桌 而阔2米的大床软硬色中 承托力足够 床头还有USB充电位 房间里面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这部65寸LCD电视 另外,酒店房间主要分 大床房和商床房 商床房同样都是40平方米 不过没有浴缸 商床房里面有两张1.2米单人床 我们就觉得商床房比较宽 空间这么大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酒店有免费停车 还提供充电车位 带大家看看酒店里面的设施 位于三楼的响月中餐厅 它主打月色、潮州和干节街窑 設有开放式厨房 同一层的平台 有一个户外花园和迷你儿童公园 适合小朋友来放电 而在二楼的健身室 它是24小时开放的 里面有多部跑步机 举重机和啞鈴等等 活动空间大 走过一点 还有室内恒温游泳池 和专为儿童设计的游泳池 它里面的更衣室很贴心 设有locker 提供胎更换 还有泳衣脱水机 同层还有一个儿童俱乐部 给小朋友尽情放电 而另一边就是marketcafe 在咖啡厅可以享用自助早餐和晚餐 所以我们来到夜晚 下去试试这个自助晚餐 它这里的食物多不升数 例如在熟食海鲜区 有虾、蟹、鲍鲍鱼和冻蜆等等 还有沙律菜 日式寿司和刺身 细食方面有海鲜烘饭、羊架、咸猪手、披萨等等 中食方面有粉面类、炖汤、特色小菜等等 当然不少得饭口甜品 例如葡萄、一口蛋糕、糖水、pancake、售工冰糕 以及即制的棉花糖等等 不得不提这里职员推介的直开新鲜生蠔 还有芝士焗龙虾 它的肉质很弹牙 而这个松草花炖鸡汤 好足料入味 而甜品区的手工冰糕 我们觉得是必食的 冰糕不易容 味道多而且突出 我们觉得咖啡厅坐得好舒服 直圆都好友善而且动作快 我们都好满意这个自助晚餐 这里的食物好新鲜 味道都好食又特别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网上平台买了自助晚餐 每个人只需要268元 真是很抵食的 好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整体来说 我们觉得酒店环境简洁 而且房间舒适度高 空间感足够 在酒店里享用的设施多 也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需要 餐饮款式特别 而且味道都挺好吃 最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大家平日入住酒店商床房或大床房 人贯只需要300多元 就可以入住海悦品牌酒店 大家如果来广州真城玩的话 不妨考虑来入住 其实真城区都有很多景点值得大家来玩的 例如正果路街 小白云山风景区 森林海水上乐园 以及1978电影小镇等等 下一集我们会尝试酒店的自助早餐 去距离酒店15分钟的 大型室内游乐场 最后在回香港之前 是高铁站附近的夜市素街 这么精彩的内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住赞好、订阅、留言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条影片见,拜拜!